非常感谢袁兆给我再一次的机会呢 能够来这一个这么好的场地 跟各位精英呢 然后一起来探讨有趣的法律问题 那财报不实罪呢 如果这个各位呢 如果关注新闻 或者是关注我们最高法院的见解 几乎从这个2019年啊 几乎从这个年头到年尾呢 那这个最高法院出了很多的 财报不实的判决 等一下我们都会讨论到 然后呢 也相关的案件也有 这一个在这个 就在今年啊 然后就有好几个案子呢 这一个被起诉啊 然后呢 这一个被媒体报道 那财报不实本身 感觉上这一个距离有点遥远 那我说遥远是说对一般的人 当然对在座各位精英来说 绝对是非常熟悉啊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感觉上是一个比较远的议题啊 但是实际上呢 没有 实际上没有 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个 这个正教法的威力啊 慢慢的被发现 实际上呢 我常常在跟这个 有机会在跟这个学生啊 或者是跟业界的人在聊天的时候 在分享的时候 那就在想说 有时候看到这一个 这个报纸啊 那这个有时候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 常常有房地产啊 然后还有忘铺顶让啊 常看到呢 这个忘铺顶让的时候 就会写说这一个 这个是这个 适合文武百事啊 就吃吃的啦 对吧 那这个是非常旺的啊 但是因为这个 移民在即啊 所以呢 没有办法呢 不得不忍痛的来 割舍 那这样子的这个广告呢 其实这个也蛮常见的 然后或者是说 这个本身是个忘铺 类似这样 那当然没有一个铺子 都会说 这个会在广告说 它自己其实不是忘铺 那我们是不堪亏损 所以点让 就好像各位这个 常看到这个媒体在报导 说东区的店面 出租比较困难 可是这些店面 他都会门口都会贴说 在装修 他绝对不会告诉你说 前一手实际上是 已经跑路了 那这一个 或者是说已经不堪亏损呢 而是什么 而结束营业 那这样子的这一个 的这个形容 这样的说明 实际上呢 本身呢就 可能违反证交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个 如果说这个铺子本身 当然如果是独资 合伙的话呢 是没有证交法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它是什么 它是公司 是用公司的形态 然后呢 在什么 在顶让这个铺子的时候 它做了虚伪不实的陈述 譬如说它不是因为要移民 然后不是因为这个 很多不舍的原因 所以呢 它必须要把这个铺子顶让出来 那甚至可能提供不实的财报 那这一些什么呢 这一些做法呢 这个其实都违反了我们证交法的20条 那我们20条规定是 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私募买卖 不得有虚伪在期货组织 他人误信的行为 那这个有价证券的买卖呢 这一个 它的这个 适用的 这个对象呢 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讲 财报不实 20条第二项 那指什么 只涉及到 这个以一本法发行股票的公司 那20条第一项 是涉及到所有的公开发行 所有的公司这样还对 所有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都20条的适用 那罚则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私募买卖呢 不得有虚伪诈欺或其他 阻止他人误信的行为 那这一个呢 主要着眼在 刚刚的例子中着眼在买卖 那买卖有价证券 包含把公司或铺子顶让出去 当然也是买卖有价证券 那这个 当他有做虚伪不实陈述的时候呢 本身呢 就犯罪构成要建改当 那这一个违反的话呢 就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企图刑 低消就三年 那所以呢 我们的证交法呢 实际上是威力很大的 那这个只是大家轻忽了 或者是这一个什么呢 这个并不熟悉 但是随着我们的证交法 或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 还有随着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国家考试 把证交法列入必考的科目之后呢 大家呢 就渐渐熟悉证交法 然后就会了解到 证交法真的是一门 很影响很大的法律 那 这一个呢 也会联动到我们的财报不实 那 像这个什么呢 典型的像逃漏税 那逃漏税的话呢 做虚假交易呢 实际上一定是财报不实 所以今天 这一个 如果说证交法呢 这一个 在财报不实这一块 如果说我们的检察官积极一点 那实际上呢 税法上的违反 其实都蛮危险 都蛮危险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企业呢 常常会有收回扣的 然后会有什么呢 会有给一些好处的 像这一些呢 本来只是单纯的 甚至我们还在讨论 这一个 像之前就有 国家 或者说有 我们的这个 政府跟这个学界 有一阵子蛮热烈讨论的 是不是要把这个贪污之罪条例 关于这个收受贿赂 的这个概念 放在企业经营里面 因为我们企业的弊案很多 企业的弊案很多的话 看看能不能够 这一个 这个能够防闭 那我心里就在想 实际上 会提出这些议题的人 可能不了解证交法 因为 如果了解证交法的话 实际上不需要 因为什么 因为常常用不同名目 把钱给出去 常见的譬如什么 譬如说 明明没有报工程 但是呢 我就 做了一个假交易 或者是假的工程承包 给他服务费 给他顾问费 这实际上都是回扣跟好处 这个典型的就是财报不实 那既然有财报不实罪的话呢 其他的真的不需要 因为再罚也没有财报不实罚的重 那因为我们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如果涉及一亿的话 是七年以上的企图型 所以 像这一个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 法律规定就在那里 只是什么呢 只是一般没有特别去留意 然后呢 或者是检察官没有特别的积极 那不然的话呢 像证交法呢 可能 临动到或影响到 可能就更高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呢 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 而且也可以预解 案子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 财报不实在法庭上的工坊的情况 还有呢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美国 我们大家可能要一起来 藉由这个一起来讨论 因为在座各位都是 业界的精英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什么 来分享 或者是一起来讨论 那这个 然后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今天的目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一个 各位手边有PowerPoint资料 然后我们从今天来看起 这些都是最近的案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某知名上 因为这个讨论上来说的话 除非有经过法院判刑 不然的话呢 我们不太适合拿这个来讨论太多 所以我们就用 这个新闻上其实都有 我们就这个用 孤影提名的方式来讨论 那当然这只是个过个场 是个开头 让各位知道 案子实际上是很多的 那这个 上规电子公司财报不实案件 那他呢 就填这个假的销货平单 或采购平单 来美化营收 那这时候呢 就什么 就这个典型的财报不实 那 这一个什么呢 这个 因为他在侦查中自白 然后又没有犯罪所得 所以呢 他是适用一七一条的 第五项减刑 那减刑了之后呢 这个还起诉一一千万 那这个 但是我们的这个高减呢 就认为说 是不是真的没有 是不是真的没有 这一个犯罪所得 那这个 还要再继续侦查 所以呢 发回侦查之后呢 新竹地人署呢 就提起公诉 在今年的七月 那 这个是什么呢 是第一个案子 那第二个案子呢 实际上也是 那 这一个 这个公司呢 向银行借钱之后呢 他转借给其他公司 然后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揭露到财报里面 那这时候呢 就什么 就是财报不实 那而且这不仅是财报不实 这个实际上是台湾很常犯 但是 我们没有 检察官并没有太积极侦办的 这个 这个的一个类型 那 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今天公司啊 印股票换钞票 发行股票的时候呢 然后呢 会 募集到一大笔钱 那募集到一大笔钱之后 这个钱呢 实际上呢 该怎么运用呢 应该在募集之前 就应该揭露在公开说明书里面 但是呢 这公司应该也做了 但是公司当钱募集进来之后呢 他可以 或者是常常 把钱呢 做额外的运用 但这时候呢 当把钱做额外运用的时候 这时候呢 其实是公开说明书 虚伪不实 那 公开说明书 虚伪不实 本身呢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174条 第一项 第三款的违反 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的集图性 那 这一个呢 在国内呢 这一个 很少听到有人这样做 但是在美国 这个 把钱 做目的外的使用 这件事情 因为对公司来说 我印股票 换钞票 我一次已经募集到 10亿 20亿了 那当时讲到什么 10亿 20亿可能要投资 扩厂 增加设备 多聘人 那我额外在做一样 其他的事情 那这时候呢 对我公司进来 说这是弹性啊 但是不是 但是不是 因为什么 因为当你把钱 做目的外使用的时候 你要什么 你要修改公开说明书 那不然的话呢 这时候呢 就是公开说明书 虚有不实 因为 投资人说 我当时会买你的股票 是因为我看到 你的公开说明书 相信你说 你要怎么用这笔钱 我觉得这个用笔钱 用得合理 而且很靠谱 所以呢 我才去买你的股票嘛 结果没想到 你居然骗我 你把我的拿给你的钱 你拿去什么 放在别的地方 我早知道你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不买你的股票了 那这什么 这典型的诈气啊 所以最起码的 就是公开说明书不实 然后再来呢 会回到刚刚二十条第一项 有价证据的募集发行 失误满满满 不得有虚伪诈气 阻止他很误信的行为 那今天 这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他把钱做额外的运用 甚至很可能 当时就有这样的idea 你只是什么 隐匿的没说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二十条第一项的违反 那就是 一百七十一条 又是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然后呢 他的什么 犯罪所得 当然现在不讲犯罪所得 但是实际上是所得的财务了 那价值超过一亿 募集发行股票 上亿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后呢 马上又是什么 七年以上的纪徒性 这一个在国外呢 是非常常见的 证交法的违反 那在国内呢 反而少见 那反而少见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是什么 是这一个 这个大家 或者是检察官 侦查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那么留意 或者大家是投资人 因为在美国 很多时候的诉讼 都是投资人主动去告 那投资人主动去告的时候 就可能什么 没有留意到 他资金 可能会做额外的运用 那像这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 这一个 我们证交法 然后 还有各个公司呢 很常见 或者在美国很常见 遇到的问题 那在国内的话 相信一定会有类似的情况 那这个呢 这时候呢 就除了这一个 各位有机会要提醒 这一个企业家们 要 然后呢 在这个公司 印股票换钞票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资金的流向 不可以做变更 而且呢 这一个 做变更是私下的变更 那不然的话 这就是不实 那 所以 这一个 有很多的 我们证交法的例子 是什么 是大家 可能觉得便宜形式 或习以为常 但实际上是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那这个 把资金做额外的使用 这个肯定是 然后再来呢 第三个 各位可以看到 是什么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 制造不实的物流凭证 这个美化财报 很多时候 制造不实物流凭证 实际上是 很多东西 没办法报 那 譬如说 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就 给了对方回扣了 那我怎么报 对不对 然后还有呢 不只给回扣 我还什么 我还招待他去 这一个什么呢 去旅游啊 去给他买了什么 买了名车啊 那这个我怎么报 对不对 因为对方就要求说 我 这个 我想要一台双逼啊 我想要一台超跑 那这时候就 就拿钱去买了 买了之后 这公司钱怎么报 那很多时候是 没办法报 所以他才会做一些 假的交易 假的凭证 那这时候 当然是财报不死 这时候 我找到 一个不错